大家早安 早安 我們兩個今天要去的是 和歌山縣的白冰 白冰 本來是想說先到大阪再到白冰 可是這樣實在太花紀念了 所以我們是先到雨田祭養轉機 再到白冰機場 白冰機場 雨田祭養到白冰機場 只要花一個小時多還蠻方便的 這次是我和文當第一次到和歌山 可是今天雨下超大了 今天第一天我們兩個 應該都會在飯店裡面度過 這次很強 這次的車子很強 所以沒有区切 哇~~~~~ 沒有区切 我們到達店了 再到達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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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了你去了 我不去 很快耶 我們完全是在這裡度假的耶 現在很重要要消毒喔 雨田祭養也要在外面吃 其實今天我們午餐本來要在外面吃 可是因為下大雨去哪裡都不方便 所以我們就臨時說我們要吃飯店的Buffet 這是我們今天要吃的自助餐 白冰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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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這個自助餐這麼豪華 連盤子都這麼時尚 真的好浮誇喔 麵包超可愛的 還有這個小杯子蛋糕 還有可頌 哇~~美味 白冰機場 文當最喜歡吃這種巧克力麵包了 他們的烤箱 是百慕達的烤箱 謝謝 還有披薩 文當整個好興奮 藏不住他的開心 而且他的沙拉醬超特別 是用這種玻璃瓶裝的 我剛才以為這是飲料 我看到一個超酷的東西 其實就是這個豆腐 它就這樣裝在氣球裡面 然後你可以把它戳破 豆腐就彈出來 啊 成功 這豆腐好好吃喔 還有各種天婦羅可以拿 蝦子剩最後兩隻 文當道全部拿到超級 謝謝 它這裡還有吹飯 而且吹飯是帆利貝的吹飯 飲料種類也很豐富 這裡是比較清淡的飲料區 還有烏龍茶跟梅子的飲料 還有橘子汁 這個也太好喝 這個好吃嗎 好像有飲料 這裡的天婦羅可以沾著鹽 還有分成四種種類 用抹茶鹽 梅鹽 雞鹽 燒鹽 連烤的東西都是專門做一個 像天下很有氣氛的 天下飯店真的很棒 在這種小地方很用心 如果要吃雙淇淋的話 可以跟他們的工作人員說 他們會幫你弄 然後雙淇淋的果醬也有分三種 而且都是真材實料 真的有水果塊在裡面的 文當拿好多 但是我們明天早上會放晴啊 明天早上就可以邊看海邊吃 正是他們現在有推出的 限定北海道組合 看這螃蟹有多大隻 好大隻 好大 比溫章的臉還大 這個也沒問題 很熱 看起來超好吃 嗯 美味 好甜喔 這好新鮮喔 好吃嗎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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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真的好吃 很漂亮 很新鮮 可以吃這些大小的魚 哦 很美味 文當拿來幫我剝蝦 謝謝文當 這個是文當幫我剝的蝦 3倍的蝦 好 讓我們來看看 超美麗的 很美麗的 太棒了 謝謝 謝謝 來吃飯了 這個呢 芒果 我看過了 有點整理了 完全看不出來 怎麼特別設計 超好吃 超好吃的 現在是下午2點48分 3點要check in 然後雨感覺已經挺很多了 剛才下雨完全看不清楚 現在看就很漂亮 好漂亮喔 超美麗的 從前面看得到 這個植物湯山這裡最有人氣的景點 可是聽說最漂亮的時候 是夕陽要下山的時候 我們到時候再來看 天啊 這風景真的是太美了 有點超過我的想像 這家飯店真的是還不錯 要是大家有機會來白冰的話 很推薦你們可以訂這家飯店 這大天還蠻好的 有提供當天各界的報紙 日本的飯店幾乎都會穿浴衣 那這間也是可以自己選自己要的款式 這裡備品也是可以自己拿的 它的種類很豐富耶 連這種沐浴球都有 還有漱口水 這我覺得還蠻貼心的 我們的房間是633號 你看看 這裡可以 哈哈 超重 我一張真的是超級屁孩 はい ここ了 133番 はい いただきます 哇 超綺麗的 一進去要先換拖鞋喔 你看 超厚的 真的 這房間超級大 這個房間很酷的就是它有陽式的床 然後又有畳 怎麼了 很大 這店是超級大 好美喔 超綺麗的 就可以坐在這裡 然後邊吃零食邊看外面的海景休息 大家看得到那個浪花嗎 我是第一次住這種房間耶 我住在這裡 什麼 什麼 有電腦有電腦 BOSS的音響 這家飯店真厲害 好像用百慕達 音響用BOSS 這裡還有空氣清淨機 然後旁邊呢 還有浴衣 在日本的飯店就是一定要穿這個浴衣 那TATAMI的旁邊呢 就是有更厲害的地方了 可以坐在這裡 四面環海 哇 看海的風景 這是理想的朝夜 我來吃午飯 而且海的聲音也不錯耶 與海浪為伍的感覺 我來看日本 我來看海浪 我來看海浪 這裡真的好美喔 我第一次住這種地方 文當一定在自己的世界裡了 才跟文當看得太入迷 忘記要介紹了 在床的旁邊 有一個小桌子 可以讓我們坐在這裡聊天 然後文當現在在的那個地方呢 是小廚藏櫃 有筷子壺跟杯子 旁邊這邊呢 有一個冰箱 這個房間插出來蠻多的 蠻符合3C中毒者 我們現在進來的這個地方 是很大的吸收台 有一個泡澡和巴士 而且碰到早上旁邊還有床 不一定看到外面的海景 日本人為了保護隱私權 他們又有做一個這個 廁所的話呢 一定就是免制拉筒 還有棉被跟床墊 這可能是有一些客人 他想要睡榻榻米 他不想要睡一般的陽式那種床 就準備這個 這個也還蠻貼心的 真的嗎? 超漂亮的 我們現在已經換完衣服了 我來講到日本的溫泉女館 就是要穿這種 還有一個Anime的吧 真的要看這樣子 我一直都很憧憬 跟另外一班可以穿這種的衣服 我今天有種實現夢想的感覺 我們現在是二樓的娛樂室 聽說二樓的娛樂室 有很多玩的東西 娛樂室有桌球 有室內攀岩 還有小朋友的區域 小朋友 為什麼 丟手丟手 Ready Go 我不想玩了 這裡還有一個交易廳 可以跟大家聊天 看電視 Kirin 喔 好好 好可愛喔 哇 我還想說怎麼那麼厲害 為什麼那麼強 哇 現在太陽暈下山了 好漂亮喔 我們現在就要來竹湯了 他們很貼心 還要準備竹湯專用的小毛巾 給你擦腳 好漂亮喔 這裡的竹湯是不用付錢 不用住所以也可以來看的 所以會有很多當地居民 特別在這個時間一邊泡竹湯 一邊來看夕陽 這個水比我想像中還要溫暖 因為我本來以為水會蠻冷的 我本來以為水會蠻冷的 剛才這竹湯的夕陽超漂亮的 乾淨了 然後現在因為離晚上吃飯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現在來這個 Uta Kame Room 我跟文當最愛這種廢人的空間 他這邊有按摩椅是可以免費使用的 文當以前都會去電器行做按摩椅 做不用錢 現在終於可以給他做到飽 沒有人看他 我幫你做到飽 按摩椅的左邊呢 這邊就是很多漫畫 你看一人一人的座位就是這樣 就是讓大家看漫畫的同時 眼睛不會受傷 日本很多這種蠻能變成廢人的設施 晚上八點我們要吃晚餐了 今天晚上要吃壽司 好吃 文當跟我最愛吃海鮮 去哪都吃壽司 我們今天要吃的是這家壽司店 叫做雅哈巴 他加著白酒之後就會凍耶 我點的是蜂蜜美酒 文當點的是熊野美酒 乾杯 謝謝大家 第一道是菠菜沙拉 這是我跟文當都很喜歡吃的蔬菜 好吃 好吃 他已經幫我們沾好醬油了 所以這個是可以直接拿起來吃的 這就是一般那種師傅爸才都會這樣 他會幫我們先把味道調好 黑鮪魚 真的好吃耶 真的 嗯 OK 他們的長碗燈看起來好像布丁喔 好吃 文當爆感動 我跟文當最愛的吃燒鮭魚 好吃 這個鮑魚在鍋子上面烤好之後 師傅會幫我們再切成小塊 讓我們方便吃 很嫩很好吃 而且還有奶油香 我覺得這家水準夠高 我們剛才吃了一個炙燒鮭魚 沒拍到可是太感動 他一放到嘴巴裡面之間融化耶 吃完晚餐了 超好吃 好吃 可以吃個超強 而且每個壽司的料 都是他們有自己經過套餐的 我們現在要泡澡 這泡澡有個很特別的是 他們弄洗髮精的地方 叫做Shank Bar 就是這裡有這麼多種洗髮精 自己選自己想要的洗髮精 拿進去洗 臭味也確認 每次文章泡完澡 他都會買咖啡牛奶 我真是想要喝多多 100日圓有兩瓶 那我們用多多跟咖啡牛奶結束 今天一天 大家晚安 早安 大家早安 早安 現在時間早上7點 我跟文章一起吃早餐 今天早餐也是吃 昨天午餐吃了Buffet 我們今天坐的是這個圓桌 旁邊都看得到海 其實菜色很多都和中午一樣 只是有一些是比較日本人吃的早餐 例如有納豆 現場還有人會幫忙煎蛋 而且還有專門的爺爺奶奶在這裡 添飯跟甜味增湯 可以這樣邊看海邊吃早餐 好享受喔 海底紙拿到海底紙 然後他們這裡還有一個很特別 是海中展望塔 可以進去塔裡面看到最底下的海底生物 我們兩個快冷死了 大家一定要記得戴外套 可是今天海的狀況比較不好 我們就沒有看到 昨天我們下午來的時候是看到蠻多魚的 大家還是要碰運氣啦 因為風曬大的沙發被吹掉 聞到一隻抱著沙發 我要休息了 好 再見 你自己一個慢慢玩 掰掰 今天第二天我們要來白冰的Adventure World 這裡呢就像是白冰的迪士尼 大家看這個排隊人潮 迪士尼講嗎 我本來以為這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動物園 結果沒想要根本是一個超級大樂園 我跟文當買了這個熊貓頭 真的企鵝耶 好可愛喔 文當大興奮 好可愛喔 熊貓好近喔 這裡的熊貓超可愛的 好可愛喔 你更可愛 下輩子很想要當這裡的熊貓 每天吃到飽 而且感覺牠們過得好開心喔 有很多動物園的動物都超沒活力耶 可是這裡的動物都好有活力喔 這個很白色的 白色的 你也該做一下 我們現在要去看剛剛出生的小馬 小馬 這個黑白色的馬是小馬 牠們是母子耶 長得一點都不像 Adventure World是全日本養醉 就是企鵝的 總共有450隻 牠們連這種在路邊的設施 都超多企鵝 這是一個普通的路邊喔 你怎麼會有企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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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麼會有企鵝 文當的腦袋好奇怪 文當模仿牠怎麼這麼 文當叫牠做什麼就會做什麼 來了來了 哇 啊 來了 喔 來了 企鵝的寶寶是黑色的耶 長得好不像企鵝喔 長大就會變白 你可以像企鵝游泳的樣子 這裡也有遊樂園區 是給小朋友玩的 什麼都有 有動物園 也有遊樂園 還有雲霄飛車 跟摩天輪 好療癒喔 還有這種可以摸狗狗的地方 文當超喜歡狗狗 牠老家也有養狗狗 還有白色的大狗狗 有大米 蛤蝦蝦蝦 好療癒喔 文當融合在裡面了 現在你來三個小 啊 啊 好療癒喔 好療癒喔 現在我們要去看海豚秀 喔 喔 突然跑出來 哇 好漂亮喔 突然開始噴乾冰 我很容易被感動 一聽到一聽就想哭了 海豚載的那個教練飛 好漂亮喔 這裡的海豚秀 跟一般海豚秀不同 感覺教練跟海豚是人 鬥骨的心是合一的 哇 哇 它坐在海豚上 好多 這裡的海豚的宿店好多 這海豚秀 比起一般比較重視記憶的 更重視我覺得是 海豚跟人之間的情感 大家如果有來的話 可以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要坐的這個 叫做Kenia House 可以坐在列車裡面 去看肉食動物 可以看到平常不能接近的 老虎啊 獅子什麼的 進到肉食動物區了 獅子咧 文當在拍獅子 文當看到豹很興奮 文當在拍獅子 最後一張 看起來 他們自己的餐都超可愛的 有做成熊貓的漢堡什麼的 還有熊貓便當 我點的是三明治套餐 還有三個小饅頭 文當點的是排餐 超多 然後我們兩個還另外點了一個肉包 這個飲料料裝也超可愛的 好吃 好 因為這個三明治很貼心 因為他怕這樣手會髒 還準備一個蓋子可以裝滿 好 他這個蛋啊 不是單純的炒蛋 是蛋燒它的蛋 Happy Have a nice day 文當上面寫 smile staking night jinnis 你覺得也是have a nice day的意思啊 這樣細心的小地方 會讓客人都覺得心情很好 文當客人這個是奶油大福 我要吃這個熊貓大福 我這個是草莓大福 它吃起來很像是果醬的感覺 蘑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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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要出發去餵動物了 啊 等一下 等一下 不是我不是我 等一下 我不是我不是我 等一下 我不是我不是我 就是香蕉跟橘子還可以餵犀牛跟餵猴子 高麗菜還可以餵這些動物 會開車的人可以跟園區借這個車自己開車去餵食 那不會開車的人呢 這裡有腳踏車給你借 你不要再看一遍 對 這裡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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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爽 喔 嘴巴好大 好想當獅子可以睡午覺 好想當獅子可以睡午覺 因為我們要趕飛機的關係 我們只能在Adventure World待到兩點半 好可惜喔 下次真的覺得要再來一整天 因為我們一開始以為這是一個動物園 結果沒想到竟然這麼大 Adventure World 拜拜 那我們現在機場準備要回去了 這是我們兩個第一彩合格山 其實在來之前都不知道 看合格山到底有什麼東西 可是這次來了之後 如果大家會要去合格山 要去哪兒就可以馬上回答 Adventure World 朋友也會帶來 我可以推薦 Adventure World 很大 一天 很大 很大 很大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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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支影片就到這裡 大家晚安 我們要回去了 再見 再見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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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人 好像現在 avi 轉